川普將重返白宮 台灣要如何將台灣牌打得更有價值 專家學者舉辦座談會 認為台美雙方利益必須互相加強 以美國利益為優先 川普強勢回歸 台灣要如何將台灣牌打得更有價值 專家學者幾次廣義 認為台美雙方利益必須互相加強 美國要賣給美國的東西 或是賣給川普 是說我怎麼樣符合你的國家利益 當然不是犧牲我們的利益 我的國家利益跟你的國家利益 是如何的 overlapse 或reinforce 我們如何可以serve美國的interest 但反過來講 如果台灣不見 或台灣被中國吃掉了 會如何hurt你的意思 過去我們所應以為傲 我們這個半導體 然後是不是還能夠保持反彈的優勢 還是他跟川普要做更多的 這個妥協跟承諾 如何推移我們的貿易順差的問題 以及這個defense budget 這個國防預算 這個國家是兩大的挑戰 川普在競選期間 前生台灣應該要支付保護費 引發各界不同解讀 日經亞洲報道 台灣預計將面臨加強國防的龐大壓力 但專家認為 維基就是轉機 軍事到底是純粹的戰略利益而已 錯 它也是經濟利益 我買美國的軍事武器 也是經濟啊 對不對 所以美國說要收保護費 好啊 我開軍售清單 我要買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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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賣不賣 美國說不賣 那我要交保護費 你又不必要 這危機的投資短機 我們就來談嘛 國防預算應該要提高 最起碼我們要做出具體的承諾 要一個時間表 那麼把國防預算提到最少3%以上 在GDP的3%以上 我們的軍事採購清單 我們要重新提 那麼這個軍事採購清單 很快的能夠提出來之後 跟共和黨即將成立的新政府進行討論 因為這個跟國防預算 在GDP比例提高 是有直接的聯繫關係的 而川普是否會針對台灣等國 課徵10%關稅 學者賴一中認為 台灣在美國國會有很多朋友 被課稅的可能性低 即便通過稅率也不會如此高 甚至可能只針對某些特定項目適用 新唐人雅德電視 林玉堂 趙婷玉 台灣台北報導 所以 speculative 後、學生使用